歡迎收看 為什麼不滿足 他們就想要了解 他們的另一半對不對 他們的另一半跟他的爸爸 關起房門來 是怎麼聊兩性關係的 根據調查 有30.4%的男性 被異性觀點深受父親影響 讓他們擇偶條件成熙上一代 究竟女性要交男友 該在對方家庭做哪些功課呢 正所謂什麼人玩什麼鳥 所以有其父必有其子 沒有辦法和我同月同日生喔 只要付出真性情 公公就會喜歡你 我有一個耐操賢慧的幸好公公 要先抓住老公的胃 要先抓住公公的胃 不管白天黑夜 刮風下雨 公公都會微信接送喔 這女生真的要了解一下 因為你知道有一番話是說 你如果要討好另外一半 要先討好公公 請賊先請王 對 所以如果父子呢 關起房門說了是你的好話的話 那就... 你太棒了 就百分之百 一百分了 可是往往通常不是喔 那不然你都是... 沒有沒有 那個父子之間的 老爸都會尊尊教會嘛 對不對 他們都會灌輸我們一些觀念 那這些觀念呢 我們也聽了三十多年啦 想不聽都不行 那你跟爸爸有在講話嗎 有都是很簡短的 比如說大概不會超過三個字 就是說... 是... 知道... 了解 我會去 就這樣子喔 對 不信的話 因為他今天本人有來到現場 對啊 我覺得你今天隔壞的緊張耶 也不是說緊張啦 只是覺得這一集 如果話講得少 你多單戴一點 我覺得你今天有點緊張喔 真的有點冷 所以我穿我的太空裝 消防衣 讓我們歡迎 歡迎民族英雄 梁修昇親身 歡迎梁修昇 歡迎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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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一下麥克風 各位手女好 各位手女好 呃... 呃... 彭老師好 呃... 是前輩啦 是 而且旁邊坐在他旁邊 這位兒子呢 跟你一樣格外的緊張 跟我有一樣的遭遇跟背景 對 我們先歡迎我們的 前輩 龐翔... 龐翔玲 龐大哥 我都講錯了 對... 好緊張喔 還有我們龐昀小龐 對 龐大哥你知道 小龐在你旁邊 他說他好緊張喔 其實不會啦 我已經坐三分之一板凳了 對啊 他說他緊張到一直都... 他不知道要說什麼這樣 不會 我就跟他講嘛 不要 你不要跟循這個賀群 因為他爸爸是導演 而且是民族英雄 不是 我不用 不用緊張 其實不用 真的 很高興 又來上你們的節目 是是 謝謝 非常好 謝謝 只是說 為什麼你不願意讓 我們兩個 就是說 兩位長輩為什麼不願意讓我們 就是... 輕鬆一點 活得比較自在一點 有不自在嗎 你跟梁導 從小到大到現在 做過最親密的事情 是什麼 最親密的事情喔 就是比如說有時候 你可能會抱一下啊 或是說... 抱一下的次數 大概也是手指頭可以算得出來 是在什麼情況下 不小心碰到還是什麼 不是 也沒有 我忘記了耶 這個要想半天 要不然 可能要多給我一點時間想 那個... 真的假的 對 不信你問小龐 他也回答不出來 小龐 你們有做過什麼最親密的事嗎 就是... 坐在客廳裡看電影就這樣 哦 嘿 然後呢 你做的大概有多端正 差不多 差不多就這樣吧 差不多 沒有看... 看籃球啊什麼會比較自在一些啦 那你可以大肆的在旁邊吃爆米花 喝可樂之類的嗎 沒辦法耶 看電視不准吃東西 自在一點 自在一點 好 好 就是這樣 自在一點 對 因為看電視不能吃東西嘛 因為看電視你就要專心看電視 就是看電視 吃東西你就是吃東西 不要講話 對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你們真的想不出來 是什麼有什麼親密的動作嗎 從小到大 真的一點都沒用 有一些小時候的照片 有 那你跟糖豬有抱過嗎 抱沒有問題啊 抱沒有問題 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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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多了啦 誰要親一下 梁導演 喂 而且我剛剛說 龐叔那個小龐跟龐叔抱一下 龐叔奇怪一直在看索女團 沒有在看小龐耶 龐叔說是不是可以有個女兒抱 對 不要是兒子來抱 對 那你們兩個也抱一下 小真的好 我跟您報告一下 因為我從小追隨梁導演 我們以前一塊演戲 後來我拍梁導演的導演導的戲 所以他的這個行為舉止 他的這個作風 是我們以前忠視一些演員的典範 所以無形之中淺一默化 我就學習了梁導演 帶人處事跟對待孩子的方法 是這樣子 所以小龐你是被我愛的對不對 一切都是因為你 等一下我想問一下 以現場15位這個手女的外表 以外表第一印象來說 你覺得哪一位會是你心目中準媳婦的那個型 可是如果要替梁惡群挑一個 我覺得這個太草率了吧 就是今天一來就挑一個 沒有我們大概知道型是什麼樣的型 參考一下 對不對 有沒有參考一下型 還有小心因為有的是已婚的 你看外型應該知道 對梁惡群啊 對他也交過女朋友 我對他我大概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最重要的是 將來這個是跟他生活一輩子 我最重要的就是說 一定要性別的隱形 這個最重要 其他我沒有太大的意見 那如果他是從男生變成女生呢 這個問題我還沒想過 如果碰到這個 那我們父子要開個會了 好啦 所以目前殷琦來說還是 還是OK的對不對 只要他說OK 我就會去當 父親是主婚人 主婚人 我就去當主婚人 你跟爸爸是愛你的 真的喔 愛吾起吾 是 所以OK啦 如果他真的可以帶給他幸福一輩子的話 也是覺得祝福他們對不對 對 恭喜你要結婚了 恭喜 有一定會跟老爸報備啦 可是每次比如說 帶這個女朋友回去吃飯 從以前到現在 老爸也從來都沒有表示過什麼意見 你知道很恐怖 因為像我公公啊 我公公跟我婆婆 我老公就跟我講過說 如果我公公婆婆不喜歡一個女生的時候 他就會說 胡小姐你請坐 可是如果她喜歡這個女生 她說 小禎你請坐 她就會直接叫名子跟姓 就是比如胡小姐胡先生來稱呼這樣 你們會嗎 那個賀群比較保守一點 她每一次帶回來的 她都忘了介紹她叫什麼名字 所以我每一次都 請坐 不好意思 沒有 有可能 有可能是那個小梁哥 自己也忘記她叫什麼名字 有這麼頻繁嗎 不是 而且 那個女孩子通常也不知道怎麼樣叫老爸 對啦 你知道嗎 她不會說 比如說瓜哥的話 她直接就 瓜哥 對 那這個就 有的時候不知道怎麼稱呼 我老爸有一個絕招 她會故意把那個名字叫錯 這叫上一個 真的假的 真的 為什麼 那是不是找麻煩 那一頓飯吃完了以後不是要炒一個禮拜 老師為什麼要這樣 用意何在 我覺得這是她絕招 如果那個女生她一開始的一些反應 她觀察一些反應不太對的話 她不喜歡 我們熟女朋友們有沒有跟那個男方的這個父親 吃飯以後發生什麼事情的有沒有 有的請舉牌 什麼叫跟男方的父親發生什麼事情 不是 不是 吃飯的過程度 吃飯的過程度 過程度 是 薇娜斯妳 對 就是那時候啊 這個 例子真的很極端我要先講 我交的那個男朋友他看起來就是很洋派 動不動就是中文參賽還有一點英文 嘿哈囉這樣之類的 但是那一次他爸爸在美國 住在美國 然後他從小就是一個ABC回台灣這樣 你會覺得他很洋派很美式 但我第一次跟他爸通電話 是他爸打給他說 我新交了一個女朋友的FINNAS 你要不要跟他聊聊天 我說好啊好啊 他接起來 伯父好 FINNAS 你住在台北哪裡啊 然後我就 我住在 我住在民權東路 這樣你知道嗎 民權東路有一個圓環 上面有一個銅像 後來讓人聽到了 因為那是個蔣經國的老師 他沒有資格當銅像給人家崇拜 這樣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好 謝謝伯父我知道了 是 然後結果後來 他們家是比較極端 比較偏激一點 然後後來我跟他回台南老家 那一次他爸媽也來了 然後一坐下來他媽就 跟我打招呼 用台語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沒聽懂說 不好意思伯母你說什麼 然後他就回頭看他兒子一眼 然後他兒子就跟他說 她是Mandarin 就是講我是中國人 然後我是有點錯愕 我想說怎麼會 有這麼明顯的分界 然後他媽媽馬上轉過來跟我說 你台灣人 你不會說台語喔 你這樣這樣對 然後就把頭轉過去 就沒有看到我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做他自己的事情 就是我完全沒有辦法融入 然後後來我還在 就是那時候他們家是透天嘛 然後後來去那邊玩 完了一個禮拜 有一次我下樓 我就聽到他媽媽跟阿姨在講說 那位媳婦啊 來這邊好像客人一樣 什麼事情都不會做 台港也沒來跟我們 台港也沒來跟我們親安 然後就在樓梯間 我就又默默走上去 我說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跟你們家好像 有一些禮數我可能沒有注意到 然後後來就覺得說 我們交往到其實也都一直很好 可是到那個時候我覺得 如果你的家人沒有辦法接納我 我們好像沒有辦法繼續走下去 就後來很多事情吵架 這些事情都會被拿出來講 那我會覺得說 我在你們家眼裡就是一個外人 就還滿感傷的 那Amanda呢 就是我之前也是交過像這樣的男朋友 然後就是他剛從國外回來 然後他我覺得好像所有的父子 都有一種余亮情節 就是他們可能覺得自己的兒子很優秀 可是好像又在跟自己的兒子競爭 然後就是像我前男友 他的父親都會一直跟我前男友 update我們交往的進度 然後有一次呢我們去烤肉 結果呢烤一半的時候 他前男友的爸爸就在我耳朵旁邊碎碎念 他就說你真好命 我說我為什麼好命 他說我男朋友 他說你男朋友就是我兒子 從國外一回來 他說什麼女朋友都沒有交過啊 就直接跟你在一起 在一起四五年啊 你啊就是撿到飽啦 他說我兒子就是傻啊 怎麼跟你在一起這麼久啊 然後太誇張了 他是用開玩笑的方式 還是他真的意有所指 我覺得是 因為他沒有在笑嘛 然後很serious的這樣 那我覺得他是意有所指 就真的覺得他兒子是傻的 就是回來台灣之後 就是好像沒有去市場 人肉市場繞一圈 就直接跳到我了 所以他就覺得他兒子這樣很傻 就定住 然後三四年都不走 然後我就 因為現場所有親戚都在 我很尷尬 所以我只好說 因為他可能一回來 就遇到鑽石了 所以就走不開了 然後結果他就說 你真的覺得自己是鑽石喔 然後我就 對啊我覺得我自己 還滿閃閃發光的 自己還解潮 然後可是其實你已經要落淚了 對啊 可是就 後來就也沒有在一起 就破決 因為他的家人 因為太愛他了 所以介入 滲入他的生活太深 尤其是父親 他會很希望你完成他未完成的夢想 那這樣會更辛苦 會嗎 兩位爸爸會嗎 我覺得主要是那個老爸那個 對你印象非常好 就嫉妒 因為嫉妒 嫉妒兒子 真的假的 考驗你 真的完全是考驗 要不然就那天烤肉啊 他爸爸吃到一塊有瘦肉精的肉 不是 不是 兒子感情出問題 父親反應差很大 當初小龐在跟女友吵架的時候 您確實有感慮 應該是 事後 事後 然後在 在對定 你知道他在吵什麼東西 前因後果 寫下來 我說爸爸那一張紙就夠了 你們多寫幾次啊 心情就會好 最後有一次啊 我真的是誰 啊 啊 並沒有出來的一切 唯一就是證明說有爭執 可能就是說 下一次再見的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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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